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個星期就已經宣佈了 說要延長BNO護照持有人的入境逗留期限 由目前的半年延長到一年 而且在這一年期間還可以在英國打工或者找學校讀書 如果找到的話就可以再申請延長逗留期限 為了取得英國公民資格來鋪路 而在昨天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由歐洲議會前議員Daniel Hanen 所寫的 他建議英國政府要在英國境內撥出一塊土地 讓香港人去那裡建立一個特設城市 Charter City 在那裡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新香港 小香港 到底他具體的建議是包括了什麼 第一 他就說 要在這個地方複製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 包括這個低稅制 以及法治制度 第二 在這個地方同時向所有英國公民和香港人開放 歡迎這兩類人前往當地定居 第三 他就跟英國政府說 如果英國政府真的肯搞這個計劃的話 是無需要花費英國納稅人一分一毫 因為所有來自香港的移民 將會帶來他們的資金和知識 前往這個地方進行建設 並且會為及這個地方的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 這是他的藍圖大計 當然聽起來非常美好 但是到底能不能執行 那個可行性是有多高呢 首先來講 這位Daniel Hanlon 所提出的建議 並非新鮮的意念 早在80年代尾 都分別有不少人提出過 說要在海外那裡買一個島嶼 來聚集香港人前往移民 以前新界王張仁龍的兒子 曾經都有提出過 說要在太平洋那裡買一個島嶼 當然後來就沒有下文 好了 去到發生了這個8964事件之後 香港人當時面對著九七大限 當然就是人心惶惶 當時有一個組織出來 叫做路 一條路的路 那有些什麼人呢 最著名的包括就是有 鄭經漢 黎智英 梁智雄等等 他們也是向英國政府提出了這個建議 就是要求英國政府要承擔起對香港人的道義責任 在英國境內撥出一個地方 讓香港人前往開發 前往定居 接收所有來自香港的移民 如果是願意前往的話 可以使得香港人終於有一個自己的新香港 當然這個計劃最後就是落空了 英國政府就採你也傻 但是其實當時他們這班人的建議 就是跟Daniel Hanen今天所說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這個計劃落空了 他們又有一個替代方案 他們就提出了 要用50億港幣來收購澳洲達爾文港北部的一個島嶼 或者如果澳洲不肯去售賣的話 就要求租借99年 為什麼要選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 這個島嶼其實氣候跟香港差不多 很適合香港人來定居 當然後來連這個計劃都落空了 不了了之 所以 這些意念不是新鮮事 只是在乎一件事 就是英國政府肯不肯對香港人盡回道義責任 而在盡責的同時 要冒著一個極大的風險 基本上都必然是會發生的 就是得罪大陸政府 因為大陸政府現在看到你 想賦予 BNO護照池有人居應權 他都說反對 為什麼他反對呢 實情他是不是留島不留人 現在都傳疑 因為他似乎就想連你的人都不要走 因為那些人 第一有很多都是專業人士的 如果可以走的那些 好了 那些人 第一他有專業知識 第二 他是能夠在香港盈利的 是可以在香港找到錢的 因為他那些中資的資金 將會是 全部走進來掃除 無論在各個行業 他都是掃除的 如果那些人繼續留在打工的話 變相就是幫他賺錢 若然這群人走了的話 一來他就要找那些什麼港票 不知道靠不靠住 第二 那群人一走 就會拋售資產 就會 連所有的錢都走 所以似乎他目前 就不想看到這件事發生 所以這個計劃到底可不可以出現 就是取決於英國政府的態度 當然 這個計劃出現了以後 到底有沒有那麼多香港人報名做開荒牛 走去 建設一塊荒蕪的地方 這個就是後華 有沒有人去就後華 首先你英國政府有沒有那麼決心去做 如果你都不做的話 之後那一連串的討論都是廢 其實有經濟條件去搞移民的香港人 根據以往的軌跡顯示 絕大部分 都會選擇 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線城市 的周邊地區 例如下城鄉交錯地方 或者 衛星城市 比如說移民去溫哥華 其實很多人都是居住在列治民 起碼那些 地方大一點又便宜 比如說移民去多倫多 很多人都是居住在萬錦 起碼住在一線城市周圍 生活都比較方便 至於有沒有人肯去這些荒蕪地方做開荒牛 那就不清楚 反而賭王何鴻生曾經作出一個非常破天荒的建議 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後 他曾經在報紙上寫過文章 說要把香港和澳門 租借給聯合國作為總部 然後交給聯合國 當時來說 如果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話 都未常不是好事 只不過今天這樣看回頭 有沒有實現到最後 那隻魔掌 都會一樣伸過來 因為現在連聯合國有很多附屬組織 其實都是被大陸滲透 故此現在就算要搞移民 去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五眼聯盟的國家也好 當地有很多新移民 都是來自中國 都是說普通話的 大家一定不能忽略這一點 當然你去到當地就能夠擁有自由 接著就說說台灣方面的消息 台灣上個月提出了一個香港人道救援行動方案 就是專門要針對那些 前往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人 向他們提供援助 在昨天台灣有消息傳出了 說行政院將會在這個星期四通過這個方案的詳情 並且對外公佈 而昨天有台灣媒體已經截足先登 將部分內容公佈了出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雖然這個實施的細則 有兩個月的預告期 不過 當行政院在星期四公佈了這個方案 就可以去執行 故此 目前已經抵達了台灣 而且已經申請了政治庇護 但是還未通過審查的香港人 就可以即時適用即時生效 當然 現在有不少人 前往了台灣的抗爭者 是在等待審核政治庇護的資格 目前大概有一成人審核 因為台灣方面也要很嚴格 他就幫助一件事 到底當中有沒有一些 大陸人滲透在裡面 假扮去申請政治庇護 所以就要審得漫長一些 現在這個方案主要是 針對支援這班人 到底安置服務方面是怎樣 將會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你自己去找住所 另一種就叫做集中安置 集中安置的對象 除了沒有辦法自行租屋住的人 也會包括社會關注的個案 台灣的移民署 雖然目前已經有針對非法移民的收容所 但是未來 用來集中安置香港人的處所 將會與非法移民的收容所有區隔 在照顧服務上 台灣將會提供基本生活 心理諮詢 醫療保險等的支援 在獲准在台灣居留之後 就會有就學就業 或者職業訓練等輔導 至於現在已經去台灣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 目前他們所用的生活費 主要是由香港來募捐 而將來 台灣政府將會偏列預算 給予他們慰問金 安置費 和關懷金等等 直到他們的個案 獲准在台灣居留為止 故此台灣在這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之前有國民黨的朋友還在說 蔡英文政府只有一個港字 現在不是只有港字 不是空口說白話 人家真的做了那麼多這些措施出來 他實際上是可以採你傻的 這些完全就是出於 人道主義的立場來支援 故此那些國民黨的支持者 尤其在香港那班 不用孫 蔡英文政府 就說人家沒有措施的 只會去林榮基那間書店 寫幾個字 挺香港人 人家真的做了 那怎麼辦 根本上這班傻子 請自己反省一下 支持一個什麽政黨 先不要一口罷人 是不是 什麼國民黨 明明是一個在野政黨 就毫無包袱 對於 支援香港人絕對可以開天 駕落地還錢 因為根本上 目前台灣就是由民進黨全面執政 民進黨就掌控了中央政府 而且也掌控了立法院 因為有三分之二的立委 都是民進黨籍 國民黨完全都不是很敢出聲 甚至乎這個人道方案出台之後 國民黨就比下去 國民黨完全浪費了收檔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